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受到整个欧美股下跌的影响 台股今天是直接开地震荡走低 中长者数是以下跌70点左右 收在10297点 不仅今天月线正式跌破 或者说之前在整个6月26号那天的长虹低连 10341今天都是正式做个跌破动作 所以回过来谈到整个大盘家群指数的部分 以及接下来 针对整个第三季的行情 或者说下个礼拜台股 不管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操作 或者在各国操作 我认为接下来都非常非常关键 所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在整个 这礼拜六早上在台南 下午在高雄 礼拜天早上在桃园 下午在台北 特别举办的这一场 这四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演讲会的原因 就在这边 你一定要知道的台股的高点转折 一定要知道的台股的高点转折 为什么跟你讲是高点的转折 为什么不是跟你讲说这边还要在大涨500 大涨800,1000 甚至整个大盘家群指数要直接越过12682呢 我想这绝对有杏杰老师的一个看法的一个原因有存在 那我想在整个这礼拜演讲会场 我也特别要跟同志们分享的是说 第一个 今年的高点在何时 会不会这边的10545就是今年的一个相对高点 会不会10545,10500这边 就是今年的相对高点 那万一如果这边就是今年的相对高档 你不觉得你过去这一两个礼拜以来 甚至今天或者在下个礼拜 你再继续跟着其他的专家 带着钢盔往前冲 继续的权利做多再做多买股票 会不会到时候你换来的是满手全面套牢股票 然后等着停损出场呢 你去想一想我可以讲话有没有道理 那下半年第一点会在哪里 为什么当现在全市场 国内外法人的专家 现在全市场90%以上的一个同业的专家们 都在上看11000,12000 甚至挑战历史高点1268的时候 新教师我却是独牌综艺 再次的领先市场跟投资公开的预告 下半年的低点在哪里 我记得在整个前两天 大房加权指数不是最低盘中达到10301 然后在月线止跌大升扩上来吗 我相信那天我在节目当中 我在整个FB的一个股市群会里面 或者说在所谓的一个大历史粉丝 好友里面 我都跟个头资报讲得非常清楚 10301绝对不会是这波回档的最低点 也更不可能是今年下半年的低点 就在10300点上下附近 我也可以今天肯定告诉你 今天不管盘中的低点10294 或者说收盘的10297 我都可以非常肯定告诉你 绝对不会是今年下半年的低点 信不信由你 所以如果你想对整个行情 更加了解的投资朋友们 请你一定要报名 预约报名这礼拜演讲会场 或者或者我认为你最起码 第一个FB 打不过这边帮我带下 这FB嘛 大家都知道 你可以来搜寻 一个叫做股市群会 股市群会 FB里面你去找 搜寻股市群会 股市群会里面 有杏杰老师 这是杏杰老师我 对整个盘后的大盘的一个分析看法 包含在整个今天 大盘这根中长黑下来 中黑下跌70点下来 7月6号杏杰老师的盘后 我这里我对整个今天之后 整个盘后 对整个行情的接下看法 我这边都有稍微做个叙述了解 第一个你也可以说 好搜寻FB的股市群会 加入新角色的股市群会 给粉丝好友们 这个只要按个赞就可以 第二个你也可以 加入新角色的怎么样 趋势百分百 这是Lite 这都是免费的 不管是FB的股市群会 或者趋势百分百 这个都是免费的 到目前为止有6100个 6100多的投资朋友 都是新角色的粉丝 那我也相信你只要成为 不管你是新角色的会员 或者你是新角色的Lite 粉丝好友们 这6000多个投资朋友 好友们 相信过去这一个多礼拜来 大盘指数从10515 杀到今天10297年 应该跟大家都没有很大的关系 相信你绝对不会 过去这几天 不管在指数 透过大财富操作 过度的追高做多 甚至今天排在墙短多 还是要被套牢 或者在个股你绝对不会套牢 这就是我在整个演讲会的重点 很重要 你一定要知道 除非 我讲白一点 除非你不想避开 今年下半年的这波中段整理修正 除非你不想避开 今年下半年的这波中段整理修正 那你真的可以不用来听演讲 那到时候 信吉老师我直接在前面当中 只能跟人家说 那你自己要多加保重 不要到时候自己 或跟着其他专家操作 这一步的修正下来 你最后真的是 串来全面套牢的股票的时候 我相信你到时候后悔 都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那整个今年下半的第一点在哪边 来会场我会告诉你 我会教你怎么来算 三分钟 会场只要给我三分钟 我直接教你怎么掌握 下半年的第一点在哪边 以及在整个指数 透过大财富的操作 8天4.6倍之后 下一次最佳出手时机 会不会就在下个礼拜 有一次绝佳的一个出手机会 那这次出手 应该是可以直接 让你再背书班回去 甚至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多头市场的特性叫做怎么样 还涨集点 所以接下来有没有机会 在可预期的7月份 或者在第三季里面 在这一步的一个中段整理修正过程当中 可以再怎么样复制这种 8天4.6倍 当时是连续急涨 8天整个大财富大厂的4.6倍 接下来在整个中段整理的一个 多头市场的还涨集叠段过程当中 我们再复制一次 8天4.6倍 这次直接拼5到10倍回家 所以甚至包含在整个底部区的股票 当然为什么过去这段时间 你会发觉新杰老师 我不花太多时间跟你讲股票 不是我没有在做股票 其实你也很清楚知道 新杰老师一助手来十重如一 我的做在整个 我跟其他专家最大的差别在哪边 第一个我的股票档数不多 我不喜欢像其他专家 动不动买个8档10档 甚至2030档股票 对的涨得对的拿出来节目中奖 套得在那边停损的不理你 那个叫乱枪打鸟射飞标 我的股票就是要么你集中火力 对平均效 定国基担押一档股票 对不然就是最多两三档 两三档的股票来操作 因为可以集中火力 所以各个投资者不管你是 有限资金四五十万 八十一百万两三百万三五百万千万的 投资朋友们 底部进场不应也难 集中火力底部进场不应也难 集中火力底部进场不应也难 那你看当整个行情有行情的过程当中 你看我在整个去年12月份 不管在节目当中 甚至我在演讲会场 我在演讲会场 跟你推荐油田的时候 还在三十几块 我在三十几块演讲会场 跟你推荐的 对康控 对现在我相信很多人会跟你谈康控 但别忘了我是在六十几块跟你推荐 带着你大买在底部去 对不对 甚至在整个五五三四的长虹 三月份长虹 二月份长虹 三月份的一家 甚至到整个华通 对不对 以及整个鸿海 对不对 甚至包含到整个六月份的主公股 对不对 整个6269的台郡 那我也公开告诉你 我们都已经全部获利出清 好 那我就是习惯 在底部去 一个月不用多 让你集中手上的资金 集中火力 一定要当股票操作 那最近这几天 我也讲过 为什么没有在节目 不像其他专家 极力的推荐你 去全力做多买股票 反正我最近这几天 你会发觉 我在跟你讲的是 风险与利润的考量 都跟你在分享的是 持股比率的控制 以及怎么样 以及在所谓的一个 这个风险的一个 意识的一个提高 那我相信 等你看到最近这几天 大盘加全指数 慢性的盘跌盘跌跌跌跌 跌到今天指数 再创近期的一个新低 应该可以让你慢慢感受到 辛吉老师跟其他专家的差别 就在这边 因为我不是死空头 但我更不是死多头 我不会永远只会在带着你 特别是在高档区 带着 叫各个投资博你 带着钢盔 拼命的往旋冲 到最后你可能换拿 满手套的股票 那当然 我们在整个未来的一个 整理修正到未端 一样在演讲会场 我也帮你筛选出的这种 在底部的股票 那这些在底部的股票 要什么时候进场 什么时候进场 来会场 让辛吉老师 我再跟你做个比较详细的分享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整个 这礼拜的演讲会场 然后跟同志们分享的重点 就在这边 不然在整个指数 不然在整个指数方面 透过大财富操作 那也因为在整个指数方面 透过大财富操作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辛吉老师的一个 带着整个家族成员操作的一个 稳定度非常高 目前实战的绩效 而未实战的绩效 就是当各位投资者 你买得到 让所有辛吉老师的大财富委员 买得到做得到 最后开开心心赚得到 这才叫实战的绩效 辛吉老师从来没有空气单 辛吉老师也从来 不会拿着软体指标 涨时看涨 叠时看叠 四后放马后泡 我们都是穿嫁成交单 57剩4副 胜率高达9成以上 那我在过去这几天 一直跟投资者强调 如果下半年里面 会不会所谓一个中断整理修正 怎么样做 可以让你赚到最多钱 当然是指数方面 透过大财富的避险放空 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的避险放空 也因为这样我特别准备这一份 大财富的一个致富发财秘籍 怎么样 怎么做 接下来你怎么做 你可以像辛吉老师的一个 大财富会员一样 你拥有九成以上的一个高胜算 这个实战的教学讲义 只有在这礼拜会场 我送给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而且我在会场会教你怎么做 怎么做怎么赚 我会再教你怎么做怎么赚 这是实战的教学讲义 理论 我从来不跟你谈的是理论 我谈的就是直接在市场上的一个 实战的操作 怎么做怎么赚 当然如果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你可能跟错了其他专家 或者过去这几天 在一万五百点上下这边 因为今年涨了一千四百点 然后所有的报章名杂志 所有的国内法人专家 都在整个一万五百点上下这边看多 还有个个头之后 你可能最近跟错了专家 失去了风险意识 有一些股票套的投资朋友们 我个人看法是说 第一个如果你有任何股票套的投资朋友们 有任何持股问题的投资朋友们 你当然可以带着你手上的持股 来会场 性假如是我尽我的专业的一个 尽我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知识 尽量来帮各个投资朋友解答 解释你手上的股票未来还有没有机会 所以第一个如果你有任何持股问题的投资朋友 欢迎你带着你持股来会场找性假如是我 第二个当然如果你现在可能在过去这段时间 真的跟着其他专家操作不顺利 套牢亏钱赔钱的投资朋友 在股市里面失去的 你想加倍十倍奉还的 就让性假如是我 在这次演讲会场里面 我说过不管你是小资金 可能剩下十几二十万的小资金 或是年轻人刚出社会 赚了几个月的一个钱 存了十几二十万的小资金 十几二十万二三十万 或者你是中大资金的投资朋友 我认为只要你有心 只要你有兴趣 你想进一步了解整个大财富操作的投资朋友 或者你来想来学习的投资朋友们 学习为什么性假如是可以拥有 过去这段时间拥有九成以上的一个实战的 一个教学的一个实力 我欢迎你都可以来预约报名演讲会场 那我会讲过的 你一定要预约报名 包含所有性假如是会员都要听清楚 一定要事先预约报名 那我才能帮你准备这份 大财富的一个致富发财秘籍 送给大家 万一如果你没有预约报名 我没有准备你的一个讲义给你 那会场如果没办法给你 那只好性假如是我今天直接在节目当中 事先跟各位投资朋友说声抱歉 所以请你一定要预约报名 换句话说如果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你有跟着性假老师我赚到钱的投资朋友 我爱你继续来听演讲 因为第三季很重要 因为接下来真的很重要 我想我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一次跟投资朋友强调 今年的输赢绝对是在关键的第三季 你能不能避开第三季的这一波的中断整理修正 第三季的这一波中断整理修正 是今年最大一个输赢是看这边 请来听演讲 让性假老师我继续带着你趋吉避凶 趁盛追击再下去 当然如果你过去这段时间 你可能运气不好 可能跟出了专家 或者自己操作不顺利 没赚钱的投资朋友 不要放弃也更不要气 你更要来听演讲 让性假老师我带你反败为胜 所以这边欢迎各位投资朋友 待会利用广告时间 一月报名 这礼拜不管在礼拜六 早上 礼拜六台南高雄 礼拜天在整个桃园台北演讲会场 我们休息片刻 马上回来谢谢 每个宝宝都是最爱 宣洁将宝宝出生那一刻 最珍贵的干细胞储存下来 宝宝的干细胞我托付给宣洁 宣洁干细胞生计 快食等 斗阵特工现实优惠火热展开中 耶 获得超过百项年斗居家游戏奖下 斗阵特工现实优惠第几把握 轮源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为您下好每一步棋 无论股票期货选择权 为客户掌握独到的投资建议 强大的投资团队 让投资观点加倍清晰 专业诚信负责 支付专线02-2321-9933 行前需注意气象 天气稳定才能登山哦 Go 小胖快点 大家等待小胖 队伍别拉太长哦 哎呦哎呦哎呦 小胖没事吧 哎呦 没事 登山时同伴间要互相照应 事故发生时 应立即拨打119或112进求协助 您对抗信责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天气好好哦 陪我出去走走吧 有了满满的超水感为力 让心情也清爽起来 就算最高细数 一样很舒服 每天都可以很阳光 专科水感防晒 全新升级 尖卡 阿公 爸 你怎么要睡啊 是我 爸 这时请贴沙龙巴斯 当日酸痛 当日缓解 别让昨天的酸痛 由到今天 沙龙巴斯 一三密 根据统计 一个小时的财经新闻 平均会有45组金融数字 两份财报分析 三个科技趋势 四项产业焦点 地缘证据牵动股会行情的敏感神经 我们带您参透 金市 外交 经济的战略 我们纵观总金数据的领先指标 带您预测成长的高峰期 您给我们一个小时 财经八点档 给您满满的国际财经平台 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 财经八点档 财经趋势的全方位领航 各位现在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随时回到新小时的节目的第二阶段 我想谈到整个大盘的一个趋势方向 我相信其实各位现在都非常清楚 这是在整个去年12月底的时候 打包帮我带一下 去年底的时候 对不对 当时在整个9100点附近 对不对 谁在整个相对低档区 带着大家坐坐上去 所以你会发觉 我是从整个去年底 去年我就不浪费太多时间多担 去年底9100点 谁在点个低档区 告诉你台股今年闭着眼睛 直接上万点 而且万点绝对不是基本 绝对是基本价 而不是一个满足点 那从整个大盘加全指数 是正如信桥书所规划的 从整个9100点上下附近 一路整到整个3月底 4月初的9900多点 来到9900多点 这一波一个短线的拉回整理 你会发觉 我不是10多头 但我更不是10空头 对不对 这边我会带你做多 这边短线有拉回整理 我想我当时在整个4月份的时候 是也特别送给大家这一份 4月份的关键转折报告 那这份的关键转折报告里面 我想你也很清楚知道 就是在这边 当时3月20几号的时候就这边 我是在这边送给你这份关键转折报告 那有发觉这个走势 其实都跟我这边所规划一模一样 上来前高上下附近再杀下来 上来前高上下附近再杀下来 对 好当这波的沙盘下来 来到9600多点的时候 谁敢在节目当中 谁敢公开的在整个媒体里面告诉大家 谁敢跟你事先预告 1千点组深段行景 9600点再涨1千点 来到10600点上下附近 那事后我讲的对不对 台股有没有再涨1千点 来到10500点这附近 好当整个6月16号 台股的这根长红 拉到10500点 真的这波从低档上来涨的900点 900多点过程当中 全市场在10500点 开始纷纷看好 开始这边纷纷做多 甚至很多国内外的专家法人 在这边上修台股 今年一个目标价的过程当中 我想再度的 我可不是今天大盘指数下跌70点 我才事后放马后炮 你会发觉我都是领先市场告诉你 何时会出现中断整理修正 第三 自己指数会增很大 请问到今天为止 整个7月1号到今天7月7号为止 大盘加全市数有没有开始 正能大拉回做震荡整理 我想我第一个提醒跟你讲 你要小心喔 会不会涨多来 今年涨了1400点来 一个中断整理修正 谁在整个今年最高点 6月27号 10545的那一天 直接公开在节目上告诉大家 短线月往上涨 风险交易这样大于利润 请你不要在10500点以上 自己或跟着其他专家过度追高 小心你可能会被套牢 小心你可能会套牢 那我想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甚至在整个6月18号 这一根的藏黑下 果然马上藏黑 这根藏黑下来 谁提醒你 什么叫夜星十字 这叫做由多翻空的转折讯号 有没有 由多翻空 由多翻空的转折讯号 代表是这个盘 短期间至少一定要拉回整理 那这个押回过程当中 对不对 谁提醒你 从9100点 我带你全力做多到10500点 我带着信教师会员 我带着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特别是有来听言讲的投资朋友 在今年上半年 今年上半年大赚了1400点之后 对不对 谁在10500点 全市场做多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要小心 请你提高你的风险意识 请你严控你的持股比率 甚至你应该降低你的持股比率 我想我都先告诉你 好那现在重点来了 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当昨天晚上 台股为什么今天 直接开梯手梯下跌70点 你会看到美国的NASDA 这一条叫做季线 我不曉得个头这里 仔细看清楚一点 这条季线 是从整个今年初 这是今年初 到现在到昨天为止 NASDA今年首度破季线 美国的电子类股 已经跌到季线了 你觉得台湾呢 美国的电子股 已经跌到季线了 美国的废半指数 昨天虽然收小黑 但是已经跌破季线 早就跌破季线 已经来到什么 逼近半年线了 所以有时候我回过来 跟同志们讲 想一想欧美股市 再看看台股自己 你觉得台股 当欧美股市 开始已经拉回 做中断整理过程当中 你觉得台股会独自 再大长到1万1 1万2 甚至过的历史新高 12682吗 当然也许有一天会来 但是你觉得是 短期间会来吗 你觉得短期间会来吗 所以为什么 我在整个这次跟同志们讲 我在这礼拜演讲会场 要跟你预告的就是 这一段的中断整理 这一段中断整理 你要怎么做 如何在中断整理的过程当中 让自己趋吉避凶 如何在中断整理过程当中 当别人可能跟错专家 到目前为止 还在全力做多买股票 到最后可能满手套牢的股票 在停损的过程当中 当别人在套牢停损 而你却是可以 因为你这礼拜有来听演讲 而让你轻轻松松 躲过的避开的 这一波的中断整理 而且不仅让你避开中断整理 还可以利用这一波 反手避险放空 让自己的财富 迅速的在一波中断整理的过程当中 也许你还可以再累积个 5到10倍的一个财富起来 信不信由你 只要你懂得利用这次演讲会场 来听演讲 当然信教师在这次演讲会场 只有在会场提供给你的 大财富的致富发展秘籍 九成胜算实战加学这本奖励里面 当信教师教你 如何在整个中断整理的过程当中 别人满手股票 做多满手股票 在套牢的过程当中 你还可以让你自己逆势 再赚个5到10倍回家 再赚个5到10倍回家 我想在过去这段时间 你自己很清楚知道 谁在提醒你 120块以上的红海 120块最高点的红海 为什么我提醒你 为什么要提前到7月13下礼拜出息 嘎完空之后 为什么今年这么多股票 都要提前在7月中出息 你不觉得有鬼吗 嘎完空之后是继续大涨呢 还是你要提防嘎完空之后 准备杀短多甚至杀中多下去 这是我在过去这段时间跟你分享的 大家你看看今天的台积电 为什么台积电从除完息 当天大涨一天之后 沿路贴息到现在台积电 为什么台积电贴息 当你说老师 因为外资最近赚了台积电股息 所以在卖台积电啊 难道是这么简单吗 还是你要小心的是 会不会是台积电第三季的成长力道 可能会低于市场预期 下礼拜台积电要开法说会 会不会是台积电第三季的成长力道低于预期 来会场 当先老师我告诉你 所以回过来谈到整个大盘加群指数的部分 我想最近这几天只是缓步的盘跌而已 现在会不会只是盘头盘跌而已 你要注意哦 我不是在恐吓你吓唬你 我相信其实各位亲爱的投资者 你很清楚是 整个对整个台股的一个 不管在短线或者在 特别是在波段的关键转折 至少性假是那个 不管说我是省百分之百 但是你知道至少我的准度 有高达八九成以上 对不对 你也从拱个过去 我刚刚也让你来 我相信也不是让你验证 而是让各位投资你去回顾 过去这半年来 如果性假是我对整个大盘的趋势方向 经常是看错话 说真的 接下来你真的不必参考性假的看法 但是如果过去这段时间 不管人家说是性假是我运气好也好 或者说性假是是凭着专业与实力 都帮各位投资精准的掌握到 今年没坡的关键转折点 哪怕这一次的短线的一个拉回 再度的再相对高档 10500点把你精准掌握到的话 9600点带你做多 千点主胜段行情 这一段涨了900多点 这边就告诉你 小心要下一过程当中 现在都对了 那会不会接下来 就像性假是我所讲的 现在只是盘头盘跌而已 现在只是盘头盘跌而已 之后会不会给你来一段急沙坡 会不会 会不会当整个大盘加卷指数 在第三季 甚至搞不好在7月的某一天 当大盘指数跌破某个关键价位的话 所有市场上 现在权力在做多的一些专家 国内外法人 很多投资朋友看得懂的 整个大盘真的像性假是讲的 会跌的过程当中 到时候跌破这个关键价 所有的停损停力的卖压出容过程当中 会不会准备来个急沙坡 而我相信如果万一真的到时候 来了这段的急沙坡 会不会就是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 又可以让你短短几天 也许直接暴涨 让你可以5到10倍 也许就可以让你10万 可以再短短几天赚50万 你想10万变成50万 你想20万再变成100万的投资朋友们 我想这次的演讲会场 请你务必一定要准时缺席 千万不要错过 还有针对整个台股后市 接下来怎么走 跌到这边的台股接下来怎么走 来会场 先假设我直接把未来投资推化 我直接在会场画给你看 我直接画给你看 所以也欢迎各位投资朋友 请你这礼拜的演讲会 务必一定要准时出席 除非你不想避开这一波的 一个中断整理修正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